民族情怀 两岸外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18号 农历假承年7月15 今天 两岸头条节目组 来到了山东青岛 这里是2024两岸关系研讨会的现场 欢迎收看两岸头条 2024年两岸关系研讨会专题节目 17号 以助劳民族认同 共促民族复兴为主题的 2024年两岸关系研讨会 在山东青岛开幕 来自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 和专家学者140余人参会 研讨会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 山东省海峡两岸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承办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台独史观的谬误与危害 并除台独史观 首劳共同精神家园两项子议题 进行深入研讨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副主任邱开明 在致辞中表示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继续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为广大台胞台企扎根大陆发展 创造更好条件 希望两岸同胞秉持大意 把握大势 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久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 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 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携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山东省委常委 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表示 山东与台湾渊源深厚 在经济 科技 文化等各领域展开密切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决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持续深化鲁台各领域融合发展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贡献力量 两岸专家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表示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 破坏了台海和平稳定 损害了同胞利益扶植 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背道而驰 赖金德上台之后 再三扬言要改造台湾社会 洗涤台湾人心 重建历史现场2.0 可见赖金德当局必将利用台独史观及其书写 进一步毒害台湾民众 尤其是台湾青年 而行恕台独名义 绑架和挟持台湾民众 以达成台独的目标 对此我们必须预以足够的警惕和加大反制力度 大陆对岸叫做中国 台湾叫台湾 那台湾就变成台湾国了 这是事实在台独史观里面所运作最恐怖的一个东西 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调查 民意调查里面 请问你是哪里人 有中国人的险下 过来一个台湾人的险下 请问台湾人跟中国怎么可以对比呢 对在一个题目上面 去中国化的后果 已经不可服事 不可轻视 今天许多台湾人情人 已经不认识孙中山 岳飞 搞不清楚历史年代的顺序 把孔子视为外国人 普遍聚统倾毒 这都是文化台独 去中国化 台湾史观造成的恶劣的后果 既然不及时有效地对台独史观进行遏制与消除 两岸之间的各种纽带将进一步被割裂 国家统一的代价 统一的进程 以及统一后的治理 也将会面临台独史观的后遗症的严重影响 与会两岸学者纷纷呼吁两岸同胞 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坚持久而共识 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坚决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要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共同分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带来的巨大历史机遇 增进同胞亲情福祉 要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坚决抵制去中国化逆流 携手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面对台独势力 正默默利用台独史观 推动的国主认同改造工程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等它生理组成熟犯 而是要主动反击 我们不能让台独史观占领 并且持续独化认同意志领域的 意志形态的领域 本人呼吁两岸联手 恢复历史正向 将正义的史观传播出去 彻底揭发台独史观的虚骗性与非正义性 从根跑起台独史观论述的基础 使台独史观的内容坍塌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国家统一 我们真的希望结束两岸中国人 1840年以来的悲屈 我们应该努力地形成反独的统一战权 最少在批判台独史观 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这些台独史观跟台独论调呢 歪曲历史的事实 阉割历史的脉络 扭曲现实真相 充满着虚假的访言 欺骗民众 其实根本站不住脚 台湾问题 民族若然而产生 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台独史观 也必将随着民族的复兴而终结 本网今天发表两个快评 文化台独七寸 就在台独史观 民族认同之见 必斩之 文章指出 文化台独是岛内台独势力 在以武谋独不可行 法理台独不敢搞的背景下 通过虚构历史 渲染悲情 炒作民粹 洗脑民众 尤其是年轻一代等方式 进行的赋予顽抗事的最后挣扎 台独史观 则是文化台独的七寸所在 既是独派构建台独论述的基础中的基础 也是摧毁文化台独的关键中的关键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 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 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只要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秉持国土不能分 国家不可乱 民族不可散 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助劳民族认同之见 台独史观 必遭斩 文化台独 必崩塌 两岸统一 必可达民族复兴 必实现 设于大陆方面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司法文件的压力 民进党当局近期有关言论 故意混淆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和广大台湾同胞 混淆间谍连法犯罪行为和两岸人员正常交流活动 岛内近来也有声音指 大陆的司法文件对于两岸交流起不到正向作用 对此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 大陆出手依法遏制台独 与出台政策措施鼓励两岸交流并不矛盾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 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孙亚夫受访时表示 大陆方面一直以来的态度是明确的 即坚决地反对台独和坚定地开展两岸交流合作 大陆对台方针政策也向来很清晰 我们继续以最大的诚意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同时对于遏制台独采取必要措施 他强调这是一个完整的考虑 民进党当局为谋求政治私利 罔顾民生需求和民众扶植 以各种借口通过各种方式干扰阻挠两岸交流 但这样卑劣的恐吓伎俩 虎不了人也拦不住人 今年暑期两岸青年交流活动 在大陆各地接连登场 一些与会人士也分享了自己 在祖国大陆的旅游经历 上个月到北疆新疆走一趟以后 才感觉到什么叫做锦绣河山 虽然现在这一代的人 已经没有锦绣河山的概念了 但我们这一代还是留存的 以后我都觉得应该多多让年轻人 去看看大陆的锦绣河山 改变了他们对于土地的认知 让他们知道 台湾人的土地不是只有台湾而已 还包含了整个中国大陆 太先进了 而不是台湾这个小岛上 老百姓能理解的 虽然说台湾一直自诩 自己好像在科技发展上 是比大陆先进 但是那个是过去式的 亚洲四小龙 那个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现在他们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就是大陆的整个经济发展 还有大陆的所有的人民素质的提升 而不是在纠结以前自己的辉煌 自己需要辉煌 只有一条路就是统一 只有回到祖国大陆 台湾才能再创造下一个亚洲四小龙 本次研讨会举办地青岛 也因其时尚现代的海滨风光 以及多元规律的城市文化 受到与会者关注和喜爱 青岛与台湾渊源深厚 合作紧密 在两岸关系面临新形势 新挑战 新机遇的背景下 青岛一如既往尊重 关爱 造福台湾同胞 精准落实会台政策措施 让更多台胞台企了解青岛 走近青岛 爱上青岛 融入青岛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 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